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 台北市长郝龙斌在8月21号 郑南龙自由相接牌的活动当中 他有感而发的说了一段 支持服刑中的陈水扁保外就义的言论 也成为了国民党内 第一位发表类似观点的县市长 那么这期的直报周刊呢 就特别专访了郝龙斌 因为他的言论引发了政坛后续的效应 有各种的终身蛋的卡位战啦 扁好互相的 投桃暴力啦 这些的阴谋论都纷纷的出来 社长 这个好互相他是有计划 要让城市别人保外就医吗 还是说他只是 他心里到底在盘算什么 我再稍微先介绍一下 我想大多数观众不晓得说 他干嘛跑到郑南龙 自由相当到底怎么回事 我先第一个 郑南龙是当年我们在 从戒严到解严之间的 这段过程中间 党外杂志非常多 这位郑南龙郑先生 办了一个自由时代 当时就是号称争取言论自由 为了一件新闻报道案 可能会有一些言论入狱的情况 当年会有这个风险在 但是因为他刚好就在 我们要解严前后的那一段期间 但是那时候一般人 就算坐个劳也不会坐久 而且不坐劳几率还很大 就是你用抗争手法 但是很奇 像比方说陈水扁 蓬莱导案之类的 就类似的 就不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但是郑南龙的遗孀 就是叶菊兰 叶菊兰是民进党政府 后来当过交通部长 科委会主委 那郝龙斌很奇特 他为什么会在 比方说台北市政府 办了很多活动 为一些地方 古迹或什么 自然有那个自由向的街牌 他可以不要去 他要去 他这其实是有一点点 政治象征意义的 我必须先说这个 那郝龙斌 他的个人的出身背景 也很奇特 他的爸爸是前行政院长 郝伯春 郝伯春当年 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当时民进党跟党外 独派是群起而抗议 坐在 静坐在街头 在那个 在那个中正经验堂那里 静坐 反军人干政 当时 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但是郝龙斌 当了立法委员之后 他在接我们方案 就谈 他当了立法委员 进入立法院的时候 叶菊兰是看到他 连招呼都不会跟他打的 不讲话的 但是后来 后来他就说 他从这样的一个开始 慢慢的在立法院后来 慢慢跟他建立一些委员 朝野立委之间 也建立一些交情 就是也能够在一些 议案上面合作了 所以他就会认为说 当年 那个样子 都还能够谈合作 那为什么此刻朝野 能够僵化到说 谈都不能谈 当年他跟叶菊兰 是因为这个 阿玛斯邮轮的事件 还要更早 他在立法院的时候 有一次叶菊兰为了 指小事情 委员会 因为他不肯跟他讲话 你知道吗 然后叶菊兰好像有事情 登记了要咨询 结果发觉不对 时间可能希望换 然后因为党内的 民进党的党内同志 都没有人肯跟他换了 每个人都想上台作秀 他就找人去问 郝隆斌说 郝委员可不肯跟他换 郝隆斌小事一桩 好就换了 从此之后 叶菊兰就愿意跟他讲话 很小的一件事 那当然到了扁政府时候 那更是为了处理 阿玛斯号这个邮轮 当时叶菊兰是交通部长 然后这个时候 就是环保署 一个民进党的政务官 跟郝隆斌当时是新党 新党身份区的 蓝营的 当中区能够携手合作 不但是好好的把 阿玛斯号这样的一个 邮轮漏油的事件处理完 甚至我们还球场成功 一亿元 所以郝隆斌说 当时蓝绿都可以谈了 为什么现在不能谈 为什么不能谈 对这个是很实际的 我还要举一个例子 他在环保署 除了这个阿玛斯号之外 还处理过一个二人锡 废五金啊 当年很坏 废五金也都把那个 都倒到西里 西就整个大污染 很糟糕 而且历草历来 从国民党执政 到别人没有人能够办 郝隆斌又不行 这个西再弄下去不行了 我非要去办他不可 当时台南现场的 陈唐山大独派 结果陈县就看他 郝书长 你到底说真的还是说假的 你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结果郝隆斌跟他说 现场我当然说 你再不办你条西就完蛋了 就毁了 我是认真要去做的 陈县历跟他说什么 郝书长 你如果是玩真的 你就给我办到底 你千万不要中途而废 他说我愿意帮你这个忙 但是我提醒你要做完的 意思是什么 因为溪流整治 迁到黑白利益都很多的 地方上的利益 黑白两刀都有 陈县历直接跟他讲了 这里头不但还有黑白利益 而且我得罪的 还是我的党内同志 这个人民我就不要讲了 陈县历就这样 他就认为说 只要把事情做好 大家有心理 我们把事情做好 都就可以谈了 他认为现在台湾 能够谈的事情太多了 当然了 提出这个 阿免保外就义这个事情 我们也都问了他了 他知道会引起很多负面效应 但是他还是提了 这很妙 因为他 北市府几乎没有人赞同他提 坦白讲 他的幕僚并不赞同 我还特别问了 你弄不弄得清楚 保外就义跟介护就义差别在哪 我们马总统不是讲吗 什么保外就义是放了人 什么 他说他当然有弄清楚 他就去问了 也很详细的去了解这些事情 但是 坦白讲 前言后语要弄清楚 他说因为这么多人 为 陈前总统的身体状况 在那边一直呼吁奔走 他说如果这些人都不相信 长庚医院的医疗评估的话 因为 北监市 当然长庚医院 不知道听了会不会吐 吐血机了 就是你竟然不信我 别的也就算了 他说是不是再组一个医疗团队 比方说 两边都相信的 台大荣种 不管你偏蓝偏蓝 你反正都早齐了算了 一起来做一个公正的评估 确认一下 他如果真的没有保外就义 或没有什么借户就义 没有这个需要的话 大家也都没有话说了 但是如果真有需要 你就让他出来医吧 他的意思是说 你先要做一个这样的医疗评估 那当然 媒体可能就不会 把前一会讲那么清楚 他怎么会提出 让阿扁保卫就义 这样的一个意见出来了 好 他提出来之后 他的幕僚可能都很诧异 反对 他的幕僚反对的 他的父亲好伯存 好像也觉得有点保留 这么儿子这个时候 提这个干嘛呢 他们这一对父子很妙 不过我谈不谈不谈 我觉得这就像是 我们台湾多元社会发展 必然有的 就是说你一个正常人 其实有不同见解是必然 只是不同见解 你如何相互尊重跟包容 就像他的爸爸 可能觉得 儿子在干什么 这个时候提出这个事情 那他 郝市长有诚实跟我们讲 他没有跟他爸爸讲 但他想 他爸爸可能会有一些保留意见 那我也不多提 就像他爸爸的 在今年年初谈到228 死人人数那个事情 228的 发表那个意见 我相信 郝市长也会觉得说 爸爸你话话多干嘛 这么多年都不当 不当院长这么多年了 何必再谈228呢 他可能心中也有不同见解 你看一个家里有感情 这么好的父子 对政治议题上面 都还有不同的想法 台湾的民主多元就在这里 好 那么郝龙斌他提出 是不是可以让陈水边 保外就意 是不是 其实他也希望能够跟 就是刚讲的 蓝绿能够和解一下 是不是他也希望能够 从绿那边得到一些选票呢 因为在四年之后 就要总统大选了 选票是什么 我坦白讲 我不这样看 因为台湾的朝野政治人 我看了很多 郝龙斌比较特别一点 他因为他是自然 科系出身的人 然后他又不是专门 要搞政治的 比方说我举例好了 像赵少康 他是自然科系毕业的 像简佑欣 他也是自然组的人 但是他们当年 可是蒋经国 崔台青政治下面 刻意要栽培的人 一个简佑欣 是崔台青要栽培的人 赵少康回来 也是立志要从政的人 他们那个发展 跟郝龙斌完全不一样 他出国去念书 念书回来之后 他规矩做他的教授去了 他不是在往政治这方面 去打算盘的人 然后我相信郝龙斌 也知道了 就是他们这种人 自然组的思维 跟社会法政科技人 不太相同 还有一个 我相信郝龙斌 在连任市长的过程中间 他曾经蛮感慨的 对政治这件事情 他不是一定要的 因为他们是 自己有他的专业在 他大不了回去 要去教书也可以 他有他的专长在 他是有感觉的 那他只会 你说叫他盘算 什么四年后总统大选 我认为 其他的人物我不敢讲 郝龙斌大概此刻 想不到他能不能选 总统这件事情 尤其是他能够连任市长 已经很不容易了 他没有办法想到这么多 真的 我虽然说要选票这个 我想还不至于 但是确实是因为 整个台湾现在的状况 你看得到吗 你不要讲说台北市了 郝市长 即便是提出 阿免保外就业 这两天 庄雷雄修理他 可是修理得很凶 从来不会因此而放手 你看蓝绿堆地 可以到这么重 那我就不讲 中央政府 陈冲陈院长 组隔才几个月 他哪一件事情 能够做得通 从上任开始 美流 油电双掌 政所 没有一件做得通 连公共电视 董事 也不过就是 不管是董事名单 都没有办法通过 如果说蓝绿 对立到这样的话 真的 不是说郝市长烦了 我也烦 因为当行政院 一个政策 都过不了的时候 那表示什么 全面揭垮 郝市长那天 跟我们专访 他特别提出一个资料 看得我触目惊心 我非常紧张 他拿出台北市 今年1到8月份 各行各业 营业的状况 营业额 各行各业一看 整整下滑掉了 台北市政府 一年的总预算案 总预算 它的数额这么大 你说你这么大的金额 你这营业额向上掉 这表还有 他好上特别给我们看了 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你看得出来 只有几个行业的 类别是掉的 金融业 科技也几个行业在掉的 他说这一次你看 各行各业全面掉 那表示什么 我们的景气状况 真的很差 如果朝野再不体会到 现在的状况之坏 而还是相互斗 斗到一件事情 都不能做的话 坦白讲 这会让工商企业界 就叫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那你全面接回的状况下 坦白讲 你说 这个四年后的事情 不用想了 为什么 这两年 这个摊子就烂了 你四年后 那个摊子 只会更烂 不可能更好 接摊子的人就是 就会变成一个 台湾就是恶性循环 到最后 你连想要救 都没办法救 所以郝文明 其实他非常担心的是 经济的成长 一直都停滞不前 而且有可能是 退步的这个情况之下 好 今天非常谢谢 社长来到的节目当中 为我们做详细的填兵 谢谢